過過倒像是說按產出結果來編劈議帥 就是說我到底會有什麼事情 因為是民眾自己決定的 不會說做了一些公共支持 會變成是閒事在那邊磨人用 因為是民眾認為有需要 他敢表決說我要做這個支持 然後他可以讓政府、企業、社會團體 這種事的共同的參與 然後透過隨意市民主的解決 政府司令跟市場司令 因為政府他為何會司令 因為他們知道民眾在想什麼 民眾也會有自由市場去運作 有時候也會有司令的問題 最好的是民眾自己決定 東西公共支出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 就跟說我們現在有很多文職館 有沒有 你問為什麼有那個文職館 民眾就想說我為什麼要蓋 那麼多的那個東西 放那麼多的建設 如果要花這麼多的錢 結果是怎麼樣 只會用一點點 他就不會有文職館的出現了 文職館的出現就是決定蓋的人 不是由人民自己所需要的 就跟我在財人部 有一個地方建設基金委員會的 這個 我就看到很多地方 都說要蓋零屋塔 有一個鄉鎮啊 他蓋的零屋塔合一共三十幾年 那我就想到我後來報紙燈啊 說因為他的男朋友搞建設公司 那個零屋塔蓋了以後就會有工廠包 我們陳兄知道我在講誰 就蓋那個零屋塔蓋的好大 我在那個委會 我就跟那個主席長說 這個案子 不要說不可以 說我們再相信 就沒有通過的 後來他也在那個零屋開眼睛報道 齁 出了事 結果啊 因為我當那個委會的時候 因為過地方嘛 都想蓋零屋塔 結果台灣的零屋塔的數量 以前現在比人口還多 這個 我來的審議委會 一塊變成零屋塔委會 這個就變成是說 大家都想蓋零屋塔的工程 而且又很容易被通過 說先人的那個 時候說什麼時候啊 他們要排排戰的地方 不能都給他 你知道 就是 所以說是 所以說 這個參與事實際上有一個情況就是 能夠讓民眾的成本概念 就像我剛才說講的 跟女人貫錢 有沒有 他可以有那個比較有成本概念 因為他這個要開花幾次 這個比賽變 所以你看那個男人去買菜跟女人去買菜 就不一樣 男人去買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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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肯定了 有沒有 因為他難得買幾次菜 所以他沒有成本概念 女生去買菜啊 他就會很緊緊緊緊張 因為他有成本概念 他會知道 這個 最後一根蔥怎麼會 怎麼樣 不那麼貴 他買一個蘿蔔就會叫他要送一個 要送一根蔥 男生不會的 男生不會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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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 你這個蔥為什麼更好 我說我自己買的 那他 蔥還要錢呢 對不對 因為他買菜 多數的 蔥都不必要 要錢 所以他的蔥會比較差 一點 這個 這個 就會是 會有成本概念 避免財政 冠決 也避免那個 會不會的 公共支出 超量 也有造成 是這個 負擔的一個增加 好 怎麼去參與 這個是我 朝廷的 這個可以 給大家來討論 那這個 討論的時候 我們 再來看看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是到底怎麼來決定 是說第一個 誰可以參與 有些事情 是不是每個人都要參與 有些事情 事實上 村民是不是都可以參與 這個我們可以來朝 哪些公共支出項目 可以被討論的 不是每一個公共支出 我們都要參與 就跟我剛才講的 有些法定義務支出 我們只要大方向去討論 事實上 我們也可以不必去討論的 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參與的項目 是多少 他的過程是怎麼樣 最後是怎麼決定 最後是怎麼決定的 在我們這邊 有個特別要注意的 各位可以放在心上 所謂參與式預算 在目前的 我們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有一個 叫做預算法 那個預算法 都是規定 那個預算 必須最後 由民意代表的議會來決定 所以形式上 一定還是要由議會來審議 否則那個會是怎麼樣 在法律會上通不過 除非我們剛剛去修法 所以長期我們要去修法 短期的話 我們形式上 還是要議會去通過 如果民眾希望是這麼多 議員還是不通過的話 下一次選舉的話 我們用選票來決定 誰是議員 各位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在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個是什麼 最近支出下方 你公民代表是誰 或者是說 有些事情是不是全民公民 都不會去投票 這個都可以討論 另外一個 最好是專家協助的 意見協助 專家意見協助 專家不要以後人的偏好 只是跟他講說 你這個工程如果這樣的奏會怎麼樣 這樣的公司奏會怎麼樣 如果怎麼樣奏要花多少錢 怎麼樣奏又可能要花多少錢 大家來表示專家的意見 但是專家個人的偏好 不能夠在裡面 個人的偏好不能夠在裡面 另外一個 就是你在討論的過程 要借助專家來表示意見 因為有些不一定是怎麼樣 每一個老百姓都很了解 另外一個 公民投票 確定預算的建議 就是說 我們去投票 也許是全民公民 或者是公民的代表而已 然後說 我們預算應該是 建議是怎麼樣 然後把這個建議 就逼到過局處的概算裡面去 這樣子就過完了 目前的法令 預算法都很強豪華 因為他們現在是說 你的預算一定要蓋算 根據預算法的規定 所有支出都要在蓋算 蓋算是有過 行政單位提出來啊 然後要經過議會通過 你懂得拿一份的錢去讓人民表決 所以他們 台北市那些議會那些人啊 或者是 台北市某些議員 或者是 或局處 他們不太懂參議所的預算 或者是 我們會把它修正到說 在短期內不必修完 就是說 我們還是 大家 透過這個意見 把它併到那個概算跟預算裡面去 然後 送給議會去審議 然後再去執行 執行的時候公民代表會去監督 就是整個民眾的意見在裡面 長期的時候 我們再可以來決定說 某些東西不一定要經過什麼 局處 或者是說修完 把那個預算法修 或者是說不要去審議 然後民眾投票通過就可以了 我們只是說 在整個概算預算案的時候 能夠把民眾的意見 直接就併到那個裡面去 你如果 好 大部分的民眾都這麼去 要的話 你這個行政首長 就像市長啊 或者政長啊 你不把它併在裡面的話 大家下次選舉 就是見面 就來決定 或者是你意味的通過的時候 下次這些民意代表就會有好看 因為你最後還是要人民選出來的 配合條件 這個就是說 第一個 行政首長要支持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 將來啊 有那個是怎麼樣 我們不管是哪一個大 他當然就能夠把這個參議室的預算 能夠獲得協助首長的支持 你知道嗎 所以 目前你知道 像那個 我看那個 柯文哲他就有把那個參議室預算 列在裡面 他的幾項政見裡面呢 好像第三點就是參議室預算 現在 現在 我們今天看自由時報 說那個 國民黨的 台北市的婚居首長 說他不扣心 照我認為說 為什麼不扣心 就是說 我也不必去修法 我就可以 讓他運動的意見在裡面 第二個 就是有良好的社區組織 及社會運動的網路 公民參議院高 我覺得 最近一兩年的整個政治情勢啊 這個社區組織 社會運動網路 公民參議院 在台灣已經逐漸形成 各位要注意到 你認可啊 不是這樣看這樣看 這會就是說 我的腳不碎 我要做什麼 我能夠決定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 就跟一個在一個家庭裡 有沒有 各位小姐要特別注意 將來管了錢 就管了一切 一個家庭一樣 管了錢 就管了一切 你知道嗎 他沒有錢 你什麼都找我 對不對 管了錢 就管了一切 預算就是管錢 預算就是管錢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我覺得那個是 這個是 在台灣這個第二點 已經慢慢的 已經形成了 第三點 民意機構支持 就是 第一個是行政所長 第三個是民意機構 第四個 勝選實施 項目計畫 我不是說 所有的預算 我個人認為 不是所有的預算 所有的支出 統統 經過去封明投票 因為已經 有些是有法律的規定的 法律沒有規定的 就是說 那個行政所長 或者是民意 代表會自由決定說 哪些錢要做 做什麼的話 這個我們大家會來 或者是行政所長 講說 我的今年的預算 裡面 我有百分之五 或百分之十 留給大家來決定 也可以 有給民眾自己來決定 就像一個鄉鎮來看的時候 他如果有三億多預算 我說 我連個百分之十 有三千萬 民眾自己來決定 畫面 用到對 就會想到說 不會是怎麼樣 像以前一樣說 蓋公廁 或者是建國公廁 整個後來我們看到 有時候我們看到 蓋那個公廁 蓋什麼 過後來我看到那些公廁 在我鄉下 啊通通 結果都荒蕪斷 或者是我剛才講的 那個馬路的兩旁啊 種一些花 結果花死掉 最後那一個花盆 也被車子撞見了 撞到最後都沒款 啊這個 這個錢是不是要花在這裡 由民眾自己來決定 不是所有的錢 參與市民眾不是所有的錢 世界各國也都是這個樣子 又盛選實施 消磨及關為 知道 下面他可以注意的 這個我們知道 任何的一個制度啊 這不是想像中的百分之百 第一個 不要被地益團體所左右 不要被地益團體所左右 賣工 有些那個工程 被那些是怎麼樣 那些工程的那些施工單位 講說怎麼樣好怎麼樣 好 不要被地益團體左右 第二個 不要團隊盲從 知道 也不要多數暴力 以及草率決定 知道 因為有些人說 討論一波 青菜好歸 知道 這樣 這個引民不要 知道 不要找分決定 另外一個 就是資訊充足跟偏差 所謂偏差 就是說 不要有不適當的資訊 那個資訊是下檔的 而且資訊解讀啊 很多專家會跟你解釋 就像是說 哦 我們有一個 到底要治水 要做那個 怎麼樣 把水溝清得好好的 還是乾脆 像那個李宏玟講的 我們乾脆做沼澤地 做那個私地 有些地方啊 就是愛摩陰 你那個 有時候反而是比較好的 就是做沼澤地 私地 並不是說每一個 那一個什麼 水的地方 都要把那個水 排放出去 你也可能是做濕地 比較好 大家來決定 這到底做濕地比較好 還是說一定要把水 做水溝排出去 水溝排出去 萬一啊 水量太大的時候 它還會排不出去 陰的話 陰的話 這個是 所以 所以像 最近 有些地方 做那個什麼 像 製宏池 有沒有 有時候那個不是 一般老百姓可以了解的 做製宏池啊 做濕地啊 或者是做海水溝啦 這個是可能 可以專家表示 你覺得 到底哪一樣是好 知道 我今天大概想 講到這裡 各位有個問題 有個問題 我今天這個程序 並沒有定性化 大家可以來討論 以後 如果我們這個 所謂的這個 另外幾個場次啊 就是大家來討論這些過程 到底要怎麼樣 最後我們可能是說 擬出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說 大家認為說 哪一種方式的 參與水溝算 比較適合台灣 你知道 這個我們 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大家都有充分的討論 你知道嗎 嘿